双手不断反复动作 小朋友用粗盐把青梅戳到有点湿湿亮亮的 接着用锤子将青梅浇出裂口 以便排出苦汁 青米解钳后最适合腌制脆梅 主办单位表示 腌梅子不难 重点是要把青梅的苦涩味去掉 再把梅子腌入味 就能成为好吃的脆梅 然后杀青完之后 第二个步骤是拍裂 要把我们的梅子拍裂之后 它才会变脆 如果没有拍裂 苦水出不来的话 那梅子做出来是不脆的 那如果杀青不完全 做出来梅子也会是黑色的 就不会那么的漂亮 那再来第三个步骤是盐漬 就把它们用粗盐 杀青的那些盐巴 然后加上水 泡大概8到12个小时 让生的脆梅能够退去苦味 那泡完盐水之后呢 再来就是漂水 把它的苦味还有咸味都把它漂掉 那这步骤呢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有些人他想要的是说 我的梅子做出来还带有一点咸味 所以它的漂水时间就会短一点 但是我们建议就是4到8小时这样 那做完之后最重要是脱水 因为我们以上刚刚这些都是生水嘛 那最重要是要吃的一定要熟水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放到脱水机 脱30秒到1分钟 把生水全部脱干净之后 再来做糖水的动作 那做完糖水 第一轮的糖水也会是非常非常苦 也非常非常的咸 那第一套的水流下来之后啊 我们很多的妈妈们 志工们都说 拿来洗那个开饮机 饮水机是非常好的天然的洗洁剂 为了让学童认识脆梅的制作方式 水里农会特别安排了脆梅DIY活动 今天的活动啊 是食农教育脆梅点点名的活动 梅子在水里香算是一个大众的产业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地的小朋友 都能够知道我们的梅子产业 对水里香的重要性 然后能够透过我们脆梅DIY的活动 来认识这个产业 那经由我们的有讲真答的部分 来让他们觉得说 原来梅子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又非常健康营养的食材 那当他们呢 在下次再买梅子的时候 都能够怀一份感恩的心 那今天的活动啊 我们除了脆梅DIY之外 我们还要请了我们的农业志工 有实名的农业志工 还有我们四间的医务指导员 一起来参与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更多元的学习 有农会员工及志工一起协助 带领小朋友认识在地梅子产业 并且教做脆梅DIY 希望让在地学生与农业更加贴近 看起来简单的脆梅DIY 更加能够结合食农教育 让小学生更加了解自己生活周遭的农产及农业 我们脆梅的步骤呢 第一个是杀青 所以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小朋友说 为什么杀青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他们今天做的是一斤的梅子 所以他们做完呢 每个都说手好痛又好酸 可是啊 那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的农友他们做的份量是他们的数十倍 所以呢可以吃到脆梅完成品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身为农会理事长的县远萧志全表示 青梅是水里香重要的经济作物 希望透过办理这样的活动 不但能够让学生体验农夫的新劳外 对于地方产业的推动也相当有助益 水里香农会这几年在推广整个梅子的产业可以说不余力 每到梅子的产季不仅到外面各县市的各县市的这个社区或者活动中心做推广脆梅DIY的活动 同时啊今年啊也到本乡啊自己的地方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啊特别到自己乡的我们的学校啊来教导在地的小孩啊能够体验自己在地的产业啊 啊今天来到我们水里国小也谢谢周校长的协助啊啊让我们农卫的推广科的指导员能够亲身跟孩子们接触啊啊 来了解整个梅子的它的产期跟它的特性啊来制造这个脆梅啊现场可以看到孩子们都学习得非常愉快 啊也希望透过孩子们的了解啊未来对整个梅子产业的推广以及带动啊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 脆梅搬成品学生们将带回家进行后续的瓢器和糖渍工作 虽然制作脆梅的过程复杂也很累参加的学生表示很有成就感并且也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 那倒完第一泡水然后呢再来就是放第二次的糖水 第二次糖水做出来没有那么苦但是它会带略略的苦味 很多我们传统的梅农他们就把第二泡的水倒掉一半 留一半跟第三次的一起来做 这样做出来的梅子就会有层次有苦中带咸 咸中带甜 那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年轻人他们就不喜欢有苦味跟咸味 那他们第二泡的糖水就把它倒掉 那之后呢再来是煮第三泡 第三泡的糖水煮完美放到梅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冰到冰箱 放个一天之后呢就可以吃了 那如果说我们的步骤都非常确实 生水都有把它漂干净的话 其实梅子可以放这时间是蛮久的 梅子是南投县的重要农作物 可以制作的加工品更是相当多元 水里香农会为了推广及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特别请于秀峰老师教授教证班成员 制作已成熟的梅子浸泡酒 我们今天来做梅酒 水里香是出产梅子 在清明节前可以做脆梅 那个梅子的稠度 生熟度是六七分熟的时候 做脆梅 它的那个脆度会更好 清明节以后 所以梅子比较熟度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那个梅醋 也可以做梅酒 都会非常的相存 每一次四个月以后就可以享用 我们水里农会 每年都有在举办这个 像我们清明后 就是梅子就是要做梅子 梅子 这样子清明前就做脆梅 我们现在举办做梅子 做得大家都很欢迎 要拿回去放四五月后 这可以吃 不错 本来我们没什么要 有我们的指导老师 尴尬了 做得不错 有成就 我们清明节前 是以脆梅为主 所以大概三月中到四月初 都是做脆梅 那我们的清明节后呢 因为节庆的关系 因为季节啊 然后会下雨的关系 所以梅子渐渐成熟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挑选黄首梅的话呢 我们就会挑在清明节后 那做梅酒可以用清梅 也可以用黄首梅 就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而制作梅酒所需的就是黄首梅 也是由在地清农以及梅农所提供的 并希望透过课程的学习 能够让家政班学员们回去之后 都能品尝到在地梅酒的好滋味 也能够帮助农民销售 今天有做我们的黄首梅酒 在疫情的期间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 所以呢我们特别规划了黄首梅酒 让大家酿好之后呢 可以在家里面 就是可以品尝好酒 那我们的梅子呢 是由清农和我们在地的农幼所提供的黄首梅 经过了前一天的清洗干净 然后晾干之后呢来制作 我们这次使用的是米酒头 希望能够用米酒头的味道呢 来带出我们清美的香气 希望我们在地的家政班员 还有我们的世间义址 跟我们的清农呢 都能够品尝我们在地美酒的好滋味 水里向农会理事长先议员肖智全 向南感谢家政班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除了能够品尝好酒外 也能够帮助美农销售 往年我们在梅子节都有制造 这个脆梅以及这个梅子酒 我们寻以往的惯例 所以像农会的梅子酒 跟一般我们市面上销售的 比较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采用黄首梅 来作为浸泡梅子酒的一个原料 当然这个黄首梅泡起来 整个酒的这个纯熟度以及香味 会比一般的梅酒更为芬芳 今天由我们家政班的学员 以及老师们共同来制造 学员们也都有很好的心得 希望自己制作的梅酒 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带领农会成绩 有目共睹的张启泉总干事 跟透过全国农会的连结 将脆梅行销到全国各地 是历年来的两倍之多 那现在梅子的成熟已经到黄首梅了 那因为之前我们梅子节的系列 我们没有办理 所以我们跟梅隆有一堆 有一些做脆梅的这些清梅 我们就透过农民的加工 然后制作好吃的脆梅 就有原味跟南江脆梅 那以前有四个等于是两种脆梅 有四个品项 那往年我们在销售的过程 都差不多在三千份左右 那今年为了帮助梅农 把梅子在大量的行销推广 虽然没有去做活动 但是我们透过全国所有的农会的帮忙 我们今年卖了梅子 脆梅的部分卖了六千三百多份 我想这部分的量跟加工之后 然后让所有的外地的消费者 全国的消费者 能够更认识水里 水里农会的脆梅是好吃 是优质的 所以这部分我们今年行销非常成功 我们把疫情的危机 就化为转机 转机再转为 我们农民跟农会的商机 我想这部分 我们成功的行销 成功的销售 数量或往年的记录 这部分也是我们农会 同事跟农友一起努力 来达成这样一个理想 我现在跟你讲一个小撇步就是 你只要沾水 因为 佳政班的学员在老师余秀峰的指导下 每个人开开心心的制作春 脆梅瓦片 希望透过课程的学习 带动梅子产品的制作 以及促进梅子消费 增加农民收益 今天带的是杏仁瓦片 一般我们做的瓦片 都是只有杏仁 那今天 因为我们水里是梅子的故乡 所以我们多加了一个梅子的元素 变成脆梅杏仁瓦片 那吃起来的口感 就是跟一般的杏仁瓦片不一样 它多了一个脆梅的香味 跟梅子的那个脆感 所以吃起来是酥脆好吃的 它里面不只有杏仁 还有脆梅 还需要加一些奶油跟糖 所以做起来就是 比外面的一般杏仁瓦片还要好吃 它没什么秘诀 它就是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所以大家不能跑 所以做这个就是最简单 最简单的小点心 让他们在家可以喝茶 也可以吃点小甜点 这个是很好做的 家里只要有小烤箱就可以做 然后我们的脆梅瓦片 是改良自杏仁瓦片 但是我们经过老师 不断反复的适调 调出最适合加入脆梅的数量 那做出来的杏仁 脆梅瓦片 除了有杏仁的香味 还有我们脆梅脆脆甜甜蜜蜜酸酸的味道 是非常适合大人和小孩子的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 希望能够借由家政班四件一指 还有我们的青年农民 所提供的梅子 大家一起来团结一心 来帮助我们水里香在地的梅农 来推广我们的青梅 希望他们学会之后呢 回去可以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水里香的好物 和水里香的农产业 这老少型饮的饼干 人人都相当喜爱 加上道地的脆梅调味 更凸显独特的风味 也让梅子能更多元利用广为宣传 这个是我们自己农会教我们做的 我们的瓦片做的 就是好吃健康 然后又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学会了就可以回家 做给自己家里人吃 这个杏仁瓦片 因为它加了我们在地的脆梅 脆梅是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 所以特别的不一样 做的过程大家就是互相 然后又一起做起来 感觉就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做的东西是自己亲手做的 吃起来就感觉特别不一样 水里香农会每年为促进地方梅文化产业的发展 与梅子产期在都会取消费地 教导国人梅子DIY体验等多元应用 并推广梅产品的实用益处 期盼让国人更进一步认识青梅产业 及梅产品的实用好处 带动消费者制制梅产品风潮 以及促进梅子消费 增加农民收益 提升梅子整体产业竞争力 民意新闻侯亦伦专题采访报导 期视频 我们下读 我们下读 我们下读